臺灣現在有一些菜鳥跟CEO都去插旗 日本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日本錢 難道比較好賺嗎 他們現在是十年一遇的新牛市 而且迎向黃金拐點 所以現在在臺灣有很多人 都跑到日本去打拚 覺得說在這邊比較好賺錢 好 我們看到巴菲特 他也到日本去 去看投資 那所以國鎮哥 你怎麼看 因為我們上週也特地到現場去職集了 所以日本的這個日本錢 到底是什麼樣的盛況 對 日本的經濟的龍井 三十三年的股市新高 我就不講了 我們就從東京現場來看 臺灣人到了那邊 實際去做的時候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先來講CEO 所以我們看到有CEO 開始跑到日本去開公司 跟著巴菲特一起落地去日本 那日本其實為什麼會看到 有些臺灣是新創 包括所謂的科技行銷公司跟AI去 日本已經意識到 自己在AI跟雲端 這一塊其實必須要發展 所以還蠻歡迎臺灣這輛企業去的 去的時候我來比較說 用日本跟泰國來比 就可以看這些業者 其實同時都布局日本跟泰國 那就可以比較出 到日本跟泰國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們去看的時候就會發現 日本市場其實 它其實是有亞洲優越性的 而且甚至它比較排外 雖然它是亞洲的第二大市場 如果你打下日本市場 你可能攻東協市場 你是有品牌優勢 那一進去落地的時候發現 第一個跟日本泰國比的話 泰國其實對於臺灣的接受度比較高 接下來是泰國只要看到有趣的東西 他就會覺得興起有效有用 然後他馬上就可能還沒簽約就開始用了 所以日本泰國的生意比較好打開 結果我們同樣的公司 跑到日本去開拓市場的時候 第一個日本人就會先問你 你經營理念是什麼 那你對日本長期經營是什麼 所以日本又會關心你說 那你未來長期服務 看你的產品長期服務是什麼 他說要看得很清楚 他跟你做生意跟泰國不一樣 泰國覺得新鮮好用 我就趕快試了 日本就開始看 所以要解決怎麼樣 我就提出一些這些業者CEO看到 第一個你要先落地本土化 先聘請日本的員工 日本人看到你的CEO總經理或幹部 都用日本人 他覺得你這家公司是可靠的 你是打算真的要長期要來做日本市場 所以對你的接受度就會變高了 所以他們本來很痛苦 跟他談完產品之後 常常一陣子有消息 一陣子沒消息 到底要不要做生意 到底是約海邊談完事情 就沒有了還是怎樣 就不知道 所以就會變得很痛苦 但是你開始讓他知道 你是長期經營日本市場的時候 日本的員工進來了 這件事情是這家公司 是靠譜的 接下來他會跟你談是 我要你長期服務 那長期服務是什麼 我可能需要你 你一樣給我AI科技行銷方案 我更關心的是 你是不是有資安問題 你資安是怎麼解決的 你以後長期維修是什麼 跟泰國人不一樣 這個東西不錯 馬上就用了 沒有 日本就會說 那你長期經營的策略 你資安服務什麼 這些談完之後 日本才會跟你談下一步做生意的 要不要跟你繼續做下一步 所以我們就看下一頁 成本一下來 你就可以算得出來 到泰國其實你的成本 其實跟台灣差不多接受度很高 但是日本取得 我們就用取得平均客戶的成本 日本是台灣跟泰國的三倍 所以你真的要花很多的心血 來經營日本市場 你才有辦法打開 就像那個 我們訪問的這些CEO一樣 你沒有投入三倍的 你很難拿到所謂的訂單 可是打進去之後 反而就感覺到不一樣了 因為他一開始對你是嚴格審查 而且跟你溝通的是理念 跟你長期服務 所以他也不輕易去換所謂的供應商 他就相對之下 他就會跟你做生意 做進來就會比較長久 所以日本反而在這些CEO裡面發現 這個日本生意還是蠻有趣的 但是他也建議大家 這也是他們的提醒說 不要以為你這樣懂日本長期經營 就以為自己會變成日本公司 他建議你還是要扮演一個 專心扮演一個外國公司的角色 你誤換很多日本的理儀問題或商業行為 他寬容度比較高 這樣蠻有趣的 這個經營很有趣 所以這個是CEO的建議 那接下來我們看 日本其實跟新加坡一樣 都採取了所謂 會越來越寬容 甚至更加積極的 所謂的人才開放政策 甚至岸田在二月的時候就會說 大量開放人才 以前日本要取得居留權 是比較困難的 現在都可以取得居留權 所以我們先來看這個東西 也是我們都換算成台幣了 我們就去看日本 其實也很歡迎台灣的新鮮人 或台灣的人才去日本發展 但是一比較下來之後 日本的薪水其實也沒有多少 日本其實有很多行業薪水 其實像IT業 日本是大概連薪 起薪 我們在叫起薪 大概一百三十七萬 台灣也一百多萬了 其實也沒有比較高一點點 沒有高到哪裡去的 一比較下來 其實很多行業 像所謂的服務業這一塊 其實領先台灣沒有很多 倒是營建業跟製造業 其實領先台灣是比較多的 我們來看下一頁 岸田真的就是 歡迎所謂的人才 因為我們也都知道 日本經濟的問題 除了他失落三十年之外 叫人口問題 所以他真的是要開放人才 所以他這些人才條件是 你是學士以上 接下來你年薪要達到多少 所以他現在不是歡迎所謂的 移工這些 他是必須要人才 所以你本來收入就要這麼高了 對 所以收入這麼高的話 就可以有機會取得日本的居留權 那我這裡就繼續再講 到東京現場之後 台灣的人去那邊上班 我們就訪問到商學院的人 商學院到那邊的起薪 你做的是行銷工作的話 你起薪其實是九十幾萬 快要一百萬台幣了 那這裡跟大家說 你到日本就業 其實你要分清楚 你的項限落在哪裡 所謂的項限落在哪裡 你不可能是本土 到日本本土企業去做本土市場 賣行那不是你的事情 通常都是國際企業 把亞洲市場當成目標會找你 或日本企業要攻擊 所謂的整個亞洲市場才會找你 所以什麼東西很重要 叫做語文的利 所以英文跟日文都很好了 就剩三分之一 你比日本人還有競爭優勢 如果你在這樣中文的話 那只剩下二十分之一 所以蠻有優勢的 那接下來進入日本職場 其實很多他們的觀察到日本現場觀察的時候 發現日本變了 有時候到招日 招日飲料公司的時候發現 以前還要開招會 我們看到科長導根做那個 還要開招會要練那個 現在已經沒有了 沒有招會 還可以遠距上班 對接下來應酬也變少了 其實日本有一點 他在改變了 他在外國人來 甚至升遷這一塊 跟過去也不太一樣 那我們再看這個收入 我這個收入表 再看完再講完 發現日本的薪水跟生活水平 生活水準也沒有多高 所以一下子你看 你起薪大概百萬的年輕人的話 一個月大概可以存三萬多塊 所以這是他實際算出來 這都是台幣 所以日本其實變成是蠻值得去看看 跟挑戰的地方 好啦 如果說你英文好 日文也好 中文也下下叫嘛 對不對 好 你可以去試試看